所以有些名稱叫 太大星Snap 他的作者就是上次那個 30歲 兒子的作者 還記得嗎 然後這個畫面你們應該知道是什麼吧 我應該是不用去解釋吧 好吵喔小三點 蛤 我們進派大星的家了 啊靠北 跟派大星講話 這是真實版的海綿寶寶啦 倉庫 欸 派大星 幹 這真的很噁欸 而且他不叫派大星 他叫 郭大星 媽的郭大星個屁啊 廚房 這邊音樂為什麼那麼詭異啊 噁噁噁噁噁燈啊 他的頭怎麼可以彎成這樣啊 幹 我真的嚇死了 欸郭大星 嗨 嗨 他叫我幫他整理房間 好 裝課廳開始 放什麼 他頭為什麼不會轉啊 他頭為什麼不會正常的轉啊 我要先幫他 綁紙箱搬進 商庫啦 他怎麼都不幫忙啊 很多箱呢 欸 他一直盯著我欸 這很恐怖欸 我好好的把事情做完就走了 我應該是 比奇寶其中一個路人小魚吧 這種故事主角我們惹不起啦 你整理好了嗎 幹 但是那邊還有三個紙箱欸 我還沒用好 那你就趕快啊 我再看電視 好 如果我搬好我再跟你講 OK OK 這有一些好像不舒服喔 為何啊 翻好了 走開 你做好了嗎 好 呃 在這邊等我 好 那 還有什麼要整理啊 沒有 沒有了喔 你給我閉嘴 然後在這邊等我 你給我 吉哈金先生 他跟謝哈金說帶來了什麼東西 然後他現在把錢放好了 派他現在去拿錢了 他說的貨物難道就是我嗎 我現在怎麼辦 去你的房間睡覺 為什麼 他不走我怎麼 我怎麼夠啊 他肚子太大擋住了 我怎麼夠啦 如果我在這邊跟他打一架 我打得贏他嗎 他怎麼擠這麼進來啊 他會一直擠到我的最旁邊喔 不能跟他講話咧 不能跟他講話咧 他叫我等在這邊咧 這個任務還沒有到達下一個階段咧 我怎麼直接可以睡啊 我任務根本就還沒到 是亂超前 等一下任務怎麼觸發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海綿寶寶 被關死在這裡 他叫我救他欸 跟派大新 說話 去跟海綿寶寶說話 他房間在你前面 你要幹嘛 沒事 不要進來這邊喔 好 去整理廚房 他說什麼我都要做啊 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派大新其實力大無窮欸 那麼大的石頭 他都可以舉得起來欸 地上一堆 被分屍的海綿寶寶 這海綿寶寶也太多了吧 他怎麼有事沒事就站在那邊啊 我只是想要知道 廚房清潔是如何 好 精神壓力太大了 幹嘛 反正不管怎樣 我一定要被抓去交貨就對了 你也害怕我嗎 我是海綿寶 被關在一起了欸 這小蛙直接死了欸 幹 這章魚哥喔 章魚哥你怎麼死得那麼慘 殺小 不我不怕你 你在這裡幹嘛 我在清掃房子啊 海綿寶寶你在這邊待多久了 關了七天 聽聽他們兩個人在講什麼陰謀 這就是那個男孩 太好了 太好了 啊哈哈哈哈 這真的很好 沒有 我們會把全價錢拿出來 不 謝阿金只想要付一半的錢 但是謝阿金不要 不啊派... 郭大興不要 走路好吵喔 哇 哇 謝阿金被 郭...郭大興殺死了 黑吃黑了 這是比奇寶柬普債啦 我們這些人就是 啊 完蛋了 他把所有的錢都搶走了 你看 好兇喔 這些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啊 他叫我們睡到明天 明天我就知道了 什麼you hey you啊 講什麼啊 欸 晚上的時候派睡...客會...睡...睡覺 我們就能夠逃走 那現在睡覺吧 郭大興 欸 欸 欸 不會吧 他說 郭大興很肥什麼的 然後郭大興不成功把他殺了 幫他吹個安魂曲 這笑聲有夠雞掰耶 起床了 跑走 跑走 炸了郭大興 好啊 我們有武器啊 這郭大興太邪惡了啦 這是謝阿金的槍 我要怎麼開槍 你尷尷尬 劉大興你看 我覺得就趁他睡著的時候把他給開了 我 從他正面 他張的眼睛睡覺耶 拿燈照他看會不會醒 搶他的錢 我要從哪邊殺比較好 他的腦子卻...海星的腦子根本不是長在他的...尖的地方啊 海星被亂切一通根本也不會死啊,會再生欸 我要往哪裡打啊 喔?我贏了欸 噢...這個結局還真是...就在意料之中欸 比奇堡黑暗的一天 神作 真實派大星,郭大星 沒有欸,這個遊戲只有一個結局而已啦 我覺得做的還不錯啊,以改編...改編的恐怖遊戲來說 但是最屌的是,他的這個模組也太...太噁爛了吧 有夠...有夠不舒服 哈哈...這要怎麼形容啊 郭大星他們家等於是一個人口綁架販子的巢穴啦 他每次就叫一個年輕的小孩來清掃 然後就賣給謝阿金 好啦 然後謝阿金這次就是出爾反爾啊 不想給他全額的錢嘛,他只想付一半 然後郭大星就賣送啊,黑吃黑這樣 這個作者做的遊戲,感覺有一些都很白癡又很噁 噁到好笑耶 像上次那個30歲的兒子也是啊 那我先關掉啦 各位郭大星 有哦,有哦,有哦,有哦 有哦,有哦,有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